秀林湘春之送季好时光活动第三场次8号 在木骨木鱼游客服务中心旁举行 而有许多乡亲前来参加剑走活动 现场还有团体演出以及播柜竹孙等趣味活动 而县长徐真卫也到场并和大家一起唱明天会更好 也期盼花莲经过大家的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 受到许多游客喜爱的秀林湘春之送系列活动 第三场移师到木骨木鱼游客服务中心旁边举行 活动涉及安排民众参加剑走 就可以领取农特产品的兑换券 也吸引了许多乡亲前来参加 秀林湘长王玫瑰表示 受到地震影响观光客没有来花莲 也一定程度影响了部落族人的收益 希望借由多场次活动举办 能协助部落农产品的销售 地震过后我们特别把这个活动有稍微的调整 主要就是要大力的来 怎么样来协助我们农民销售他们的农业产品 那大家都知道地震过后 所有的游客也没进来花莲 那我们在新城老街以及香榭大道设置的汤位 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的整个收入都大幅的下降 所以我们想说透过机场活动再来积极的来促销我们在地的农特产品 因为现在是非常多贵族笋或是路桥或是其他农作物的一个产季 所以在这个时候不协助我们的农民去大力的促销 活动中也安排团体演出以及拨柜竹笋趣味活动 让前来的外地游客玩得相当开心 那一盒都还没好帮他一下 加油 现在剩下50秒了 加油 OK 加油 县长徐正蔚以实际行动到各摊位购买农特产品 更与大家齐唱明天会更好 期盼花莲经过大家努力 一切都会好起来 记者刘明胜 秀林湘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二不愿意